陆医生在这一个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 就是散播正能量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天使 所以他也是我的高中 我中学的同学 非常荣幸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那走到今天 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是很棒的事情 好 还是要让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嘉宾 陆医生准备好了 好 第一题 我们一共十题 好第一题 为什么您当年呢 会选择到台湾中国医药大学 念中医系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这样的 当时呢 我在报考志愿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 你希望有比较有个挑战吗 我说什么挑战法 他说你可以选这一个系 我说我不想读中医 他说他不是中医 他有两个学位 但是呢 因为他的 我们的学位是台湾当时最高的 这一般的每个大学学位 是一百多个学分 我们是四百二十二个学分 所以我们呢 在学校的那五年 我们是天天在上课 我们没有喊暑假 然后呢 很精彩很刺激 后来我发现进去都在上当了 然后就经过了恐怖的七年 我们是魔鬼七年 不过呢 我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这当中呢 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很有冲击力 比如说中医跟西医 永远是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的 可是呢 我们在学的时候 怎么把它融会贯通 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 很大的挑战 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 哇 真的很了不起的件事情 同时中西医的这个部分 不晓得说第二题 当时的中西医的这个 您学的这个中西医本身 它的比例 比如说是中医占比较多 西医占一些比例 是它的比例吗 还是说两个都是百分百 我都要学完 这个部分 两个都是百分百 就是等于是百分之两百 它不是五十五十 它是一百加一百 然后呢 因为学分太多了 所以我们很多 那个学分是减半的 等于上课时间跟人家一样 可是我们只有一半的学分 哇 哇 想不到那时候你那么辛苦 真的是七年的时间 百分之两百 等于是同时修两个学位就是了 对我们 所以我省领了七年 你们很少看到我 是 难怪那时候很少看到你 好 那请问一下 在中医跟西医 各一个科目好了 哪一个是最有趣的 对你来说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不一样 怎么说呢 西医来说呢 它因为它已经有很多规章制度 所以你是在它提供你的条件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融会贯通 在病人身上看到那个不同的疾病 把它辨证出来 然后它的诊断方式也跟中医不一样 那西医呢 在你刚开始行医的时候 只要你照着它的SOP 然后你知道什么时候就汇报 咨询之声的医生 其实呢 不太容易有问题 要小心就对了 当然还是要小心 但是如果是中医的话呢 很多东西只靠经验其实不够 要靠老师带入门 然后之后呢 你还是不断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新鲜的东西 那哪怕我现在把我大学的课本 拿出来再读 有时候会想到 哎呦 这个东西太神奇了 为什么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人 他的那个治疗的方式 跟现在为什么不一样 这时候呢 就包含了我们的地理 山川 气候 然后国家制度啊等等 历史上的很多因素 你就把它分析出来 所以我觉得呢 中医非常的有趣 很有挑战性 哇 那所有的科目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在听讲的朋友里面 有家长也有学生 我们的中学生 那中学生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中医跟西医 难不难念 比较难念的 有挑战的科目 个别 西医对你而言说 哪个科目很挑战 中医哪个科目很挑战呢 陆一生 我觉得其实最挑战的其实是人性 所以不管中医西医 你到最后呢 你要面对的是人 然后面对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 医学生毕业的时候 或者到实习的时候 大概是23到27岁之间 然后那个其实呢 相对是他年纪很轻 然后你要怎么去跟一个年纪大 你很多的人沟通 然后具有同理心 怎么去了解他的疾病问题 然后帮他规划 想办法解决问题 或者甚至于你看透病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后面其实还有什么原因会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挑战的 那没有办法说 强调说中西医哪一部分 因为呢 两个部分都要读书 然后都要花很多时间背书 也就是你在前面的三年到五年之间 你会天天的在背书 那我们的形容词就是 走到哪里都有小卡片 为什么呢 你就翻出来看看 这个东西怎么背 怎么看 然后西医呢 学习的时候比较有一点恐怖的是 我们会常常看着同学 这样拉着同学的手 哎呀 你这个血管长得真好啊 哦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陆医生 其实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界里面 少有的懂中医 同时有懂西医的人才 那请问一下 中医专业在你后来加入我们马来下的 这个卫生部门诊 跟健康教育这个部门的时候呢 那对你来说最大的助力是什么呢 最大的助力其实呢 就是怎么去分析 因为假设说当时我是在政府医院的那个门诊 那门诊我们都知道很忙的 有时候一天你大概进来的病人是100到150个之间 忘记可能到180个200个 那这种时候呢 中医学到的忘文问切 那这部分呢 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 因为你会在病人走进来的时候 远远走进来你就开始看 然后呢 因为我鼻子比较敏感 我还可以闻到有些病人的体味啊 有一些是传染病还有什么特定的味道啊 或者是你可以看很多不同的东西 中医强调的讲话的时候 你那个语气 然后气息等等 当然西医也有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呢 中医的那个更加系统性 我比较喜欢中医的形容 所以这一部分就给我很大的帮助 尤其在断政 应该是这么说 我这个同学真的是一个人才来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陆医生呢 不只是就是学了中西医 他的语文能力其实很强 那我想要帮我们的同学们问一下陆医生了 你的中文英文马来文能力都很强 而且你还掌握荷兰语 请问你学习语文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觉得个人的感觉 因为之前我们学中文英文马来文 都在马来西亚 那是由系统性的学校栽培嘛 那就其实我觉得个别差异性不太大 那差别最大的是荷兰语 因为那时候我去了欧洲一阵子 然后当时呢 我是想考换那个进大学的资格 然后那个呢其实蛮难的 因为在成年之后在学一个语言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忘记 其实你虽然是成年人 可是你的词汇 你的用字在那个语言 其实你是一个小孩 那你要从头开始 也就是我会去图书馆 借很多小孩子的书啊 然后很好笑 那时候人家说 你上星期不是借了很多 那个宝宝的书吗 怎么现在马上就到那个小学的 那个水平 我说嗯对的 长大了 就是你会从不同的年纪 慢慢的学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让这个语言融入你的生活当中 也就是我会在家里 每个地方贴很多纸条 冰箱叫什么啦 门叫什么啦 或者是你就看到那个家具 你就去看 哦这个在荷兰文叫什么 然后呢 看书其实还是很重要 要阅读 然后要说话 要爱说话 那时候我常常跑去外面啊 参加活动 就跟老年人说话 因为老太太都很有时间 然后她也很有耐心 那你慢慢跟她说 其实你会学到很多 也就是我会鼓励小朋友 你要学方言 你就在家里跟家里的长辈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花时间坐下来谈 其实你会学得很快 是阅读说话 很生活话 去学习这个部分 那时候你学荷兰语 你是用了多久的时间 就考到他们的那个 这个征兆了 九个月 九个月哦 对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就是他给你一个专门的课程 然后呢 你就花时间去读 当时我算过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最早的前面六个月 一天要大概花 十二到十六个小时读书 你会有一段时间很辛苦 熬过了就好 熬过了就好 对 是 只有身上多一把刀了 那 我们学量 学量 是 你在上海的医疗界 也工作了十年 除了刚刚讲的欧洲 我们陆医生也在上海的 医疗界工作了十年 那想请问一下 要在上海的医疗界工作 你觉得最需要具备的 三大条件是哪三大呢 这个嘛 我看看 首先呢 第一个是你的个人的人格 你要是一个勇敢的人 你要独立 勇敢 然后你还要有包容心 你会在那边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情况 你要有这个勇气去面对 然后不要退缩 那第二个呢 你要有自己的实力跟专长 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个大都市 那边真的是能人很多 那这种时候呢 你要有需要自己一点能力 一点本事 你才可以站得住脚 就我们都说最开始的那一个前面的一段时间是比较难的 那只要你有本事 你就站得住脚 那第三个呢 其实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适应 你要懂得多变性 就是大都市的变化很快 而且呢 跟马来西亚完全不同 所以到那边之后 你面临的其实不单只是中国 或者上海的文化 你要想象说 你会遇到很多来自各国的人 你要怎么去跟他们相处 所以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话 其实上海非常好玩 很适合年轻人去体验 哇 那就说说看 上海哪三大好玩的地方 三大好玩的地方 它吸引你 它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哪三大 我觉得上海最重要的一个是大环境 就是这个环境来说呢 是根据人啊 政策啊 还有整个历史背景而定的 所以我觉得上海人呢 他因为最早接受 租借洋化的那种 风气跟文化影响 是上海人 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 是讲得很清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常说 他像是那种 德国人或者日本人 做事情会跟你 很有条理的讲清楚 假设说有承诺 我们做生意的话 会先讲清楚 先小人 后君子 就不会跟你说 含含糊糊糊的 然后大家所以对上海人的印象都觉得上海人会很注重细节 那其实你适应那个文化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很好 他协助你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 然后你的格局会不一样 这是他让我觉得最迷人的地点 那第二点呢 是他的整体的上海的历史 因为在短短100年开复 他会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大都市 他那边的历史呢 其实他的很多建筑物房子 你走在那边的时候 你会跟历史觉得有参与感 例如说你看看上海滩的 你们看过那个大时代 然后当年上海滩这些电影 他里面很多地方提到的大世界 和平饭店啊 或者是苏州河啊等等 你都会觉得你走在那边你有参与感 还有上海周边的古镇 那你就水箱嘛 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吴冠宗的话啦 或者是一些 我看看 还有一些鲁迅他们笔下说的那些水箱 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然后第三个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上海的那个美食 就是吃了上海本地的食物 你还可以吃到世界各国的食物 而且都是很有特色的 每个国家的特色菜都在那边可以找到 好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的陆医生 他的背后那个background 就是和平饭店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和平饭店的走廊 和平饭店的走廊 对 好我们来到第八题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陆医生 就是为了我们知道 就是为了陪父母 去年您就是从上海 刚回来就是波德生 当小镇医生了 那小镇医生跟医院里面的医生的工作 那三大共同点跟三大不同点是什么呢 陆医生 其实共同点还是在于 你面对的始终是病人 就面对的是疾病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你的专业度 其实不管你人在哪里 你看病的时候 你还是一样的态度 一样的处理方式 因为八九步里十医生呢 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是 我们要治病 我们要救命 所以这是共同点 然后两个 然后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第三个的话就是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文化 我们还是属于多元种族 因为在我的诊所就是很多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 那所以呢这一点呢 跟我在上海工作 因为我也是在国际诊所上班 所以就感觉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说你回归到我们的 这边的政府医院 或者在上海他们叫做公立医院 他见到的族群都是单一的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 那不同的地方呢 在于我们这边的生活是比较悠闲 比较缓慢 我们的人的个性呢 比较不急 不像上海这样快啊快啊快啊赶快 那这个呢 回来之后我就发现 嗯不太一样 那还有呢就是 在医院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配备设施呢 都很齐全 那在这边呢 因为在诊所 诊所是有局限性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跟医院的医生合作 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回来之后 我去年回来今年一月份 开始在这边诊所上班 然后呢我们家附近就开了一家新的医院 那因为有医院 它的各种 我需要的那种配套的东西都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池场 池场池场 对 然后还有不同的地方吗 我看看 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去年跟去年 对去年在上海 跟今年在马来西亚 其实差不多 哪里都不能去 但是呢 如果说没有疫情的时候呢 生活方式不一样 为什么呢 在上海你早上五点就有人起来了 出去到处有人走了 街市上开始热闹 然后一直到你到半夜的时候 你外面还是很多人在热闹 因为他是不同的人 有人在白天生活 有人在晚上生活 那在我家这一边呢 我们就在乡下 乡下的话就是 早上一样很早就有人起来 可是呢 到晚上的话大概八点钟 然后有一天我开车到外面 没人啦 都回家啦 好吧 那我也回去了 这就是比较大的一点差别 差别 但是我们都看到陆医生 就适应得很好 然后有机会我们可能在 可以再采访我们的陆医生 这真的是一个宝 很多东西可以采访他 然后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但最后第二题了 那作为疫情底下 你也是一个前线的医疗人员 你们现在最想跟我们的社会大众 说的是什么呢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 新冠病毒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快两年了 那看起来呢 这个疾病是不会在短期之内 烟消云散 就不像2003年SARS那样 或者是我们的利百病毒 它不会走开了 它会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份子 那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它和睦共处 当然和睦共处的条件 不是打开门户敞开心扉 而是你要有足够的那个警惕心 还有毅力坚持力 怎么去做好自己的防护 那怎么去照顾自己 照顾你的下一代 因为我们成年人的接种 但是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要忘记很多小朋友 还没有打疫苗 他们是没有防护力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SOP 照顾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因为对我们来说呢 在疫情之下 人类的唯一的希望就是 看到不断的有源源的新生命的诞生 跟成长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资本 谢谢 谢谢我们陆医生 我们一会儿应该会听到 更多的这个部分的分享 好 那我们就来到最后一题 来了解我们的陆医生了 最后一题其实是为中学生来问的 如果中学生现在 有想要念中医或者是西医 或者像您这样子念中西医 您会建议他们现在要做好哪些准备 首先呢 第一个语言能力一定要上学 因为无论是中医或者西医 你一定要具备跟人家有效沟通的能力 所以我会建议说 在中学的时候 你可以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或者是有一些心理学的那种 教学营啊 或者学习营 可以去参加 你可以开始学习 怎么跟人家有效的说话跟沟通 然后接下来呢 一定要习惯 要会背书 要会整理你学习到的东西 然后不然的话呢 你读书起来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主要是这两点 然后第三点不要忘记的就是 你读了书之后呢 不管你读中西西医或者中西医 你会很忙碌 你会没有什么个人的生活空间 然后你要记得 就算你毕业之后 你还是一样会很忙碌 直到你退休的那一天 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如果你想受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你的工作很开心的 譬如说像我那么爱说话的话呢 你会很开心的 所以陆医生忙得开心吗 现在到目前为止 对 目前为止呢 每天还很开心 这为什么我喜欢在诊所 我当全科医生 或者家庭医学科 因为每天你坐在诊所的时候 你不知道进来看病的那个人 他是什么病 那天第一个进来的是 被猫抓伤的人 那可能在下一个进来呢 他是别的问题了 所以你永远无法预计 谁会是下一个进来的病人 哇 很丰富 很有趣哦 很有成就这个部分 在助人的这个部分 是 是 好 我们我相信我们的观察 这些听众朋友 大概大致 从这十题的这个素文素打里面 应该大概都已经了解了 我们的陆医生了 那我们就要马上 请出我们的陆医生 来给我们开讲 今天的这个讲题 我们从青少年注射疫苗 和他们的保健 有请陆医生 好 那我就把PPT share出来 有点慢 来 好 那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谈谈的是 青少年注射疫苗 跟保健 其实呢 这个话题 看似很新 其实也不是很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从人类开始 历史开始 这几千年下来 很多传染病 其实是历史久远的 比如说我们读历史会读到 我们有黑死病 中世纪的黑死病 它死了多少人呢 其实欧洲一半的人口消失了 那我们一直跟瘟疫 进行那个 博弈斗争抗争 那很多我们的历史 是因为传染病而改写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大家看那个 哥伦布到南美洲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当年南美洲有个印加帝国 印第安人非常的强大 那但是为什么后来呢 哥伦布他们的那些水手登岸之后 或者他的西班牙的所谓的护卫队 为什么可以轻易的打败这个很强大的印加帝国呢 答案就是传染病 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传染病 特别是天花 然后等等的细菌 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呢 他很容易一下子被感染之后 就达到灭族的可能性 所以当时他登陆之后 造成印加帝国的灭亡 所以南美洲的整个历史 也就改写了 还有呢 1918年我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因为我们的流感 而造成呢 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 那所以近代医学呢 我们发明的最大的成就旨意 就是我们有了疫苗的发明 跟我们大规模的接种 也就是有效率的进行接种 让所有的小朋友 甚至成年人都有免疫的能力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天花 天花在历史上是很严重的一种疾病 比如说当年清朝选王子 怎么选呢 小孩子一定要出过天花 他才可以有资格当王子 比如说康熙王帝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没有出过天花 可能呢 他一感染了 他会死掉 会死亡 那瘧疾不用说 麻疹 小儿麻痹 肺结核慢慢在减少 但是呢 我们的微生物也会进化 除了人类进化 进步 微生物呢 也在加强自己的能力 所以就有了最近这几十年来 我们有SARS 有MERS 有Ebola 有利百病毒 到现在的新冠病毒 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有不同的微生物 慢慢的发展起来 造成我们的问题 那这边呢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大流行病史可以看到 这个图我就不会详细的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死亡率最高的是 黑死病 也就是 这一个 黑死病 他死了两亿人 天花死了五千六百万人 然后17世纪的 瘟疫大流行死了三百万 但我们的香港 1855年的鼠疫死了一千两百万 还有呢 西班牙流感 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有艾滋病 死了很多人 所以相对之下呢 近期这一些感染 虽然我们看到觉得很严重 很可怕 但是实际上你跟历史上来比的话 它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存在 好 再来呢 看看什么是R诺子 就我们说的R0子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每天你们上网看报告的时候 他一定会分析R0子是多少 R0子表示表示说某一个疾病 在一个人身上可以传给多少人 他就是他的百分之多少 假设说我们说 看下面这个图啊 我们的R诺子 如果是SARS的话是3.5 也就是一个人可以把它传给3.5个人 然后这3.5个人还会再继续传出去 传播率很高 那最高的是麻疹 麻疹一个可以传16个 也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去上学 他一个人就可以传给16个 这16个再传给16个 所以不到一个星期 学校就很多朋友会生病 那目前呢 我们新冠肺炎的话 这一个新冠病毒是 当时说下来是2.5 其实呢 还要看你的地区 还有个人防护 但是基本上来说 一个人可以传到两三个人的话 其实是相当严重了 因为这两三个人会一直传下去 像个金字塔星一样 那马来西亚呢 在9月18号的时候 我查了一下 他的R诺子是0.94 也就是我们的传染率一直在下降 从之前呢 有一阵子到1.2 慢慢降下来了 好 我们再看 下一张 那我们所谓的疫苗 那既然有传染病 那我们就需要打疫苗 那疫苗的理念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让所有的人 具有防护力 每一个人保护 每一个人 就是对大家的保护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达到 分之百的群体免疫 但是至少呢 如果达到60以上 我们就开始有减缓的速度 就像最近大家看到 旋兰州 森美兰州 我们的感染率 其实已经慢慢下来 数据慢慢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打疫苗的 已经超过40% 好 那疫苗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卫病 那对不对呢 对也不对 我们要打了疫苗之后 其实打疫苗就是造成一次的微小的感染 之后 你就有了抵抗力 那你下一次感染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发病 因为你就抗体了 那我们怎么来说呢 假设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网络诈骗 这是个坏人 那你每天告诉家里的人 这个网络诈骗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说了很多 但是当他事到临头 接到骗子的电话 他可能还是会上当 那怎么办呢 为了让他们坐拥 家产千万百亿的人 不要上当 我们就让家里这个 容易上当的有钱人 先接触一个假的骗子 然后先骗一骗他 骗他一个一千几百块 那这时候呢 他就 哦原来人家是这么骗我的 所以接下来 假设下次遇到真的骗子 他心里就有警惕 他就有反应 他会保护自己 这也就是打疫苗之后 为什么拥有免疫力 因为你接触过这些东西 等你再接触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 那身体就会反馈出来 那你就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 和抵抗力 但是在目前来说 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真正非常有效的群体免疫 因为我们的新冠病毒不断的在变异 也就是说 这个诈骗分子非常的厉害 他骗人的招数不断的在改变 所以我们唯有能做的一个就是 当然是打疫苗 减少我们发生重症的可能性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新冠我们的感染软病之后的冠病 分为五个阶段 那第四跟第五是重症 所以如果打完疫苗之后呢 得到重症的几率会降低 不是百分之百没有 还是会有可能的 但是至少呢 我们可以减少 那如果重症病人减少 就表示说我们的医疗资源不会被占用 也就是医疗资源可以松绑出来 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其他的疾病的患者身上 因为要不然呢 在疫情期间我们发现 很多人其实他不敢去医院 他会害怕 那这时候而且医院也没有资源可以照顾他们 这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其他人的疾病的照顾 好 那既然如此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打疫苗的情况下 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我们知道目前来说呢 我们总共有马来西亚常用的是 Pfizer AstraZeneca Sinovac 然后还有 俄罗斯的Sputnik 进行到我们的使用当中 那这些选择的不同在于 我们要看他的 首先这个疫苗是怎么做的 就我们的Pfizer 跟没有进来马来西亚的Moderna 他用的是mRNA这个技术 也就是他会让你的身体学会怎么辨识 并 上面的一些小的部分 也就是他辨识了这一个部分之后 下一次你真的新冠病毒进来了 感染了 他就马上会有免疫能力发生 整一个系列的变化 然后有抵抗力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的是灭活 灭活病毒 也就是我们说的用Sinovac科兴 我们把这个病毒 已经用了不同的手法 把它消灭了 等于是这是病毒的尸体 它进到里面来 进到你身体内的时候 但是身体会辨识它的外壳 所以下次看到同样这个外壳的东西 也就知道 这个也是我们要产生免疫反应的一种外来者 所以也可以达到有免疫的效果 但是呢 灭活病毒 比如说科兴的话 它的反应呢 比较有点因人而异 而且可能需要补针 才可以达到有效的防疫能力 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 还有什么是灭活病毒呢 我们的狂犬病 Rabies 那这个疫苗呢 因为它是灭活病毒 所以它需要更多次的刺激 才可以产生有效的免疫能力 所以我们的狂犬病毒 都知道要打三到四针以上的 这就是我们说灭活病毒的特色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说的 AstraZeneca 这一个呢 它用的是我们说的是Vector 就是它用另外一种病毒 携带了新冠病毒的基因 到身体里面去 然后呢 让你的身体认识它 产生反应 那所以怎么选择呢 首先来说 能够注射上市的疫苗 它的危险性都不是很高 那我们要接受疫苗 因为当你没有接受的时候 你感染的时候 你几率上升 而且如果你是无症状 你还是会传染给自己的家庭 或者身边的人 那所以这种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来说 能够打进去的疫苗 都是好疫苗 好 所以选择上呢 我们就看自己人在哪一个国家 有什么样的选择 那接下来就谈到 如果我们的疫情 要这么维持下去 就像刚刚我跟小薇说的 新冠病毒可能是不会离开 我们的生命当中了 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每年要打针 免疫针的流感一样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有新常态 那哪怕你打过疫苗了 因为我们的病毒不断地在变异 现在有Delta 还有一个MU 那这种东西不断地变异的情况之下 你不能说打了疫苗 你就像打了肺结核的疫苗一样 开开心心的 无防护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新常态就出门的时候 你要戴什么呢 口罩 就像刚刚我们两点钟之前 有一位朋友在说的 怎么选择口罩 怎么戴口罩 他说的都很重要 就是两层口罩 一层我们说的布织布 就是我们的外科口罩 加上一层布口罩 达到有效的紧密结合 这个后面我有一些图可以分享 除了口罩要戴面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不戴面罩的时候 你的眼睛会暴露在空气当中 因为我曾经显示过 有些案例是经过眼睛的粘膜 或者是你的脸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伸手乱摸 摸完之后 难免会揉眼睛 挖鼻孔 剃牙等等 这都会造成感染 所以一定要戴面罩 然后出门还要戴消毒液 消毒液有分酒精或者是不含酒精 属于那种胶状的或者是喷雾的 这都可以看个人喜欢 那接下来我会说带吸管水壶 怎么说呢 就是水壶自己自带有吸管的 这是针对我们回去上学的同学们 因为在上课的时候 无可避免 可能你想喝水 因为在学校毕竟好几个小时 这种时候呢 我是建议说 从侧面打开你的口罩 把吸管伸进去喝水 喝完之后再把口罩盖上 就尽量不要说 拉开口罩很开心的喝水 因为毕竟在现在的情况 我们情况未明 你不知道身边的人 谁是无症状感染者 那我们就先假设身边已经有了 所以要做好最好的防护 然后还有手机的MessageAthera App 这个我不知道上学需不需要 到时可能家长需要问问学校 好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你要规划处行 你目标明确 你不要像以前这样 我出门之后我看看谁 那去谁家走走亲戚打个招呼 不 我们出去如果送小朋友上学 我们就去接他 送他到学校 如果你要接他回家 那妈妈出门去接小朋友回家 就不要再去别的地方 先把他接了送回家 自己再出去买东西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那记得跟小朋友说出门的时候呢 不要触碰任何的东西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碰到什么 那上学的时候一定有书包 有我们的铅笔盒 课本啊等等 那通通一律的不与任何人共用 谁接都不要接 然后要保持距离 那一般来说在学校的距离是说的是一米 那一米呢不止左右还有前后 而且呢我们每个人还要保持距离 不管你有没有戴口罩有没有消毒 不要像以前这样跟朋友靠得很近 这个对同学们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习惯跟好朋友很靠近 但是如果你跟他太靠近了 万一互相感染这就不好 而且因为我们已经过去一年多都习惯戴口罩 其实呢我们对很多其他的疾病 同样也没有防护力 比如说普通的感冒啦 喉咙痛啦等等 我们很容易还是会发病 因为一直戴口罩 一直处于防护的状态 那还有呢回家之后要做什么 那进门之前 我们在家的门口 一定要建立一个我们所谓的污染区 回来之后书包鞋子 面罩口罩通通都在这边脱掉 要脱鞋 那你需要进行消毒 那消毒是什么时候进行呢 首先人进到门的时候 当他戴着面罩跟口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开始喷消毒液 为什么 如果你脱掉口罩脱掉面罩的时候 你在喷的时候你会把它吸进去 那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消毒液毕竟是化学物品 那如果吸收进去的话 其实它很容易影响到小朋友 或者有哮喘的小朋友会诱发 所以记得在脱口罩脱面罩之前就进行消毒 消毒包括你的个人随身物品跟鞋子 很麻烦 很繁琐 但是呢 一定要养成这个生活的习惯 我从回到诊所上班 疫情之后我就开始 每天只要我去上班回来 我一定洗头洗澡 哪怕我们上班有穿防护服 但是这个习惯要养成 因为除了上班你总会出去做别的事情 当你一旦倦怠了 偷懒了 一次两次就会忘记 特别是小朋友 估计这个疫情会伴随他们好几年 所以需要从小开始培养 那同时呢 跟小朋友说 人际生活的新习惯 我们不握手 不拥抱 不触摸 不勾肩搭背 那不做得很靠近 那任何人要接触 你就跟他说不 这个是一个比较没有人情味的年代 所以大家要重新适应这样的模式 好再来呢 回到家之后 我们常说的要消毒啦 要怎么换衣服这一些 因为我们都默认了 回去上学之后 接下来 估计学校开课 不会再继续关课 除非再有重大疫情发生 而这是我们并不想要的事情 那我们的衣服怎么处理呢 就是上学外出的衣服 跟你在家里穿的衣服 要分开的清洗 分开的处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来清洗 这一些外出的衣服之后 我们的洗衣机 最好用漂白水 在滚筒式的快速清洗 10到15分钟 我记得洗衣机上是有这个功能的 之后再来清洗家里的衣服 那如果是小朋友的校服呢 我是建议每天都洗 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至少消毒后呢 你要挂在通风的地方 最好可以挂在户外 因为毕竟有消毒液 要让它通风吹散 那个人的私人物品呢 背着的书包 铅笔盒 因为都有拿出来接触过 外面的东西 需要消毒 那课本 笔记本等等呢 今年要用塑料把它包起来 就至少风皮要包起来 你才方便进行消毒 那特别是 如果要教功课的 那个作业布 那更是要用风皮 把它包起来 那消毒枪的使用就是 最近网上都有说过 消毒枪其实喷出来的东西 它是具有易燃性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条件 使用消毒枪的时候 我们尽量能够在户外 是最好的 例如说门口走廊啊 或者家里的外面 然后消毒枪使用就是喷雾 喷完之后 最好有空气可以吹散它 所以如果在室内喷雾 其实效果并不是那么 理想 因为当你喷完之后 它会四处的流窜 会影响到我们居家空气的清洁度 然后使用的时候呢 现在有大人使用 不要让小朋友个人使用 因为毕竟不守守或者太重 容易发生意外 或者不小心吞食 那如果家里还在爬行的小朋友 建议就是完全不要在家里使用 因为免得这个消毒的喷雾 到处飘散的时候 在地上爬行 小朋友会误食 那如果是说衣服 刚刚说到漏了一点 就是高温是否能够杀死病毒 对 一般来说用60度C的热水浸泡半小时之后 就可以清洗了 特别是家里如果有居家隔离的患者 或者本身就是患者 你可以记得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但是担心家里的小朋友 那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清洗 那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清洗 所以如果家里不开冷气是最好的 用自然风保持家里的温度比较偏高 那病毒即使进来了之后 它的存活率也会降低 然后到学校之后的小朋友 要进行社交距离了 那这个是我们最近所推行的一米的距离 那还有呢 就是卫生部所推行的三个S 三个W 什么是三个S呢 我们要进行洗手 要戴口罩 要保持距离 要警告大家不要互相靠近 三个S呢 就是不要靠近对方 不要走到狭窄的地方 群聚 也不要常常在很挤的地方 大家互相靠来靠去 好 那这一点呢 其实需要从小培养 我们要时间 要给大家时间 那同时要训练小朋友 记得随时洗手 那如果没有消毒液怎么办 其实呢 普通的肥皂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新冠病毒的表面呢 它是可以被我们的肥皂所融化的 融解的 应该是说 我们的肥皂里面的成分 可以把它的表面的物质 进行造化融解 达到杀死病毒的效果 那如果在学校当中 戴口罩不靠近 那吃东西的时候呢 怎么办 那难保小朋友上学了 就要吃个点心 最好的情况就是 大家呢 自己吃自己的 保持距离之后 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说话 静静地吃 赶快吃好 戴上口罩 那不要聊天 那这个呢 其实这个新的那个生活常态 不断对小朋友 对我们成年人 也是一种很大的打击 那刚刚说到的口罩呢 其实很简单 口罩 首先你戴的时候 你一定要感觉到 你在呼吸的时候 口罩开始跟着你的呼吸移动 那就对了 这就表示你的密闭性很好 那还有呢 就是口罩不要 我们不要露出鼻子 不要不要拉到下巴 这个等等这一些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宣传上说了很多 那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很多人会不自觉地 用手去碰口罩 千万记得不要摸口罩 那特别是小朋友要记得 口罩的前面是过滤的地方 当你去摸的时候 可能被过滤在上面的物质 就传播到手上 那好 这一个呢 口罩刚刚那位朋友也说过 四个小时要换口罩 弄湿的要换口罩 打喷嚏 流口水沾湿了 特别要换 那口罩呢 脱下来要好好的丢掉 不要随地丢 因为可能你是无症状感染者 你这个带病毒的口罩 被我们的清洁工减了 他要帮你丢进垃圾桶 你不是害了人家吗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好 脱口罩之前要消毒双手 脱口罩之后也要消毒双手 而且呢 脱下来的口罩就最好扔掉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个人的口罩戴上去四个小时 我就不脱了 我就一直戴 戴到四个小时之后我直接换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不要回家之后就把口罩放在什么地方挂着 因为风一吹掉下来就是一个污染源 那反正重点就是口罩一定要适合你自己 然后口罩不要共享 不要说放在家里 快递来了 妈妈带一下 那回来 爸爸再带一下 不行哦 口罩是个人用品跟牙刷一样 不能共用 好 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疫情常伴我们 所以要学习 怎么戴口罩 说话 怎么戴口罩 呼吸 我们都知道 戴着口罩在呼吸的时候 你觉得很闷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习惯 像人家武侠小说里说 练气功 伸远缓长的一种呼吸 你要练习 把速度慢下来 不要快 那说话呢 也要放缓速度 因为你说得快 你的换气率增加 你会觉得很闷 养气不足 很辛苦 还有一点 我们以前说话 看到嘴唇 今天我自己在家里 我跟你说话 我脱掉口罩 你看到我在说话 你看到我在笑 你知道我是一个 怎么样的反应 你也可以猜到 我在说什么 但是戴着口罩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误会 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表情 你看不到他的嘴唇 你不能够知道 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要提高 说话的声量 同时要慢慢的说 这样才可以达到 有效的沟通 那好 接下来洗手 我们都知道 除了消毒液 小朋友去上学了 那这个消毒液 一定要随身携带 但是他一定会跟你说的来 做吗 不一定 这种时候 一般的洗手也可以 就用一般的肥皂 那这个洗手的方式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 要洗的位置就是 手掌 手背 指缝 还有我们的指背 指尖 手腕 这些地方 那这个七步洗手法 可以在家里练习 跟小朋友玩 怎么说呢 你从开始洗手 到你结束 是两遍的生日快乐 歌的时间 很容易记 也可以当成游戏 来跟小朋友玩 当做一个挑战 那养成习惯 就是到家洗手 到学校的时候 也要洗手 然后呢 每一节上下课 进进出出的时候 都要洗手 就养成常洗手的习惯 不要担心手会过敏 因为其实呢 一般来说 普通的肥皂跟清水 不会造成过敏 如果用消毒液 过敏的朋友 就需要清洗手 那如果觉得太干的话 可以用一点点凡士林 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 涂满凡士林 再带一个手套水 那保证你的手 会得到足够的滋润 不会太干燥 好 这个居家隔离呢 我们暂时先不说 因为 这个居家隔离呢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但是重点一个就是 请大家保持SOP 好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先说到这一边 因为我觉得 关于疫苗的东西呢 可能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探讨 就看大家 因为很多人现在的讨论是 要不要打疫苗 那需不需要打疫苗 或者是他可以当anti-vaxxer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说的 一个疫情当前的时候 其实打疫苗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 因为像我刚刚在我的PPT说到的 有打疫苗其实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保护 那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老弱 残幼 孕妇等等 所以如果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就是超过80%以上的时候 即使我们不能够把病毒的传播消灭杜绝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减少感染的几率 或者重症产生的几率 然后呢 在选择疫苗上 实际上当你身处哪一个国家 你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就接受那一部分的选择 因为有时候呢 说实在的 在打疫苗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有反应 那每一个人都会害怕这个副作用 包括说我们听说过打疫苗 触死等等 这个实际上来说是一个几率 那我们没有办法预防 甚至于我们在说 最近新冠病毒 其实每一个牌子的疫苗 都有发生触死率 那在我们其他的疫苗呢 早期研发的时候 也会发生 比如说我们的 塞线炎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流感啊 等等疫苗都发生过 过敏反应 或者是猝死的现象 所以 因为目前这个疫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在短短的一年半内 我们其实等于是逼着科学家达成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一般来说 当一个疫苗从研发开始 一直到他能够完成所有的实验的话 到使用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般上需要好几年 但是呢 因为这一次疫情凶险 所以我们的疫苗等于是在完成二到三期的时候 就开始推出 那基本上来说 很多人会有恐惧感 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提供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案 也就是说 其实治疗是针对个人 到头来呢 因为是个病毒 当你感染的时候 其实你住院的时候 都是靠自己的身体的底子 免疫能力 帮你熬过这个难关 还有很重要的 很多痊愈的病人说 是抑制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感染病毒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大家常常感冒的时候 有一个症状 全身酸痛 不舒服 那这些症状呢 在发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病毒感染的一个反应 但是呢 他们说新冠肺炎感染的病毒的病人呢 他会说 他的身体体内的那个反应 肌肉酸痛 不适感 非常的严重 那有专家曾经说过 就是身体肌肉成分越高的人 其实他的反应更强烈 就是我们的肌肉发炎的现象 那这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意志力 你是否能够撑过 因为当他在严重 身体酸痛这个情况呢 很多人其实可能还在居家隔离 他就觉得我不想动 他就没有喝水 没有吃东西 其实造成自己身体呢 脱水 然后症状渐渐的严重了 等到送医的时候 其实就太晚了 所以 疾病当前呢 我们做好自身之后 本身的身体健康 还有我们的意志力 是最重要的 好 我现在看到呢 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就是说到这个 谁可以接种 那几岁的小朋友开始接种 是最理想的 一般来说 在我们这个所有新冠病毒的 疫苗推出的时候 他针对的是成年人 18岁以上到百岁老人 那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病毒开始渐渐转换 所以我们呢 成年人也达到了超过60%以上的 完成我们的疫苗 疫苗注射 所以现在开始呢 我们开始推出青少年 那青少年呢 是15到17岁之间 然后呢 这个阶段之后 根据我们的卫生部长说的是 会慢慢推行到13、15岁 或者是更小 那目前来说呢 很多在15到17岁之间 得到的是 Pfizer的疫苗 那如果是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呢 他会斟酌看他个人的健康情况 是否处于高危群 那才让他进行那个疫苗的接种 那我们回复到问题呢 就是有位朋友说 他的小儿子今年13岁 那就是身体呢 体重跟身高 那以目前的情况看来呢 就是我们他是属于 因为他的 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一般的健康情况 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位朋友的儿子的情况 我们就说 一个平常身体发育比较慢 然后抵抗力比较低的人 其实他是属于比较易感群 就是高危群的 那但是呢 针对目前的年龄 是15到17岁之间的 青少年在注射的疫苗的时候呢 可能目前呢 他需要看医生去进行评估 看他身体是否适合去打疫苗 或者是否适合属于高危群的人 让他能够提前接种疫苗 那几岁呢 一般来说 目前呢 新冠病毒特别的疫苗 在Pfizer来说 我们说的BNT辉瑞 那他们曾经有说过就是 还在研发12岁以下的小孩 是否可以打疫苗 那目前来说 有些国家已经 开始给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接种疫苗了 所以针对每个国家的不一样 而且他是有阶段性的 那目前我看 在马来西亚就是15到17岁之间 皮肤敏感的孩子 可不可以接种疫苗呢 首先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敏感 就假设说你这个敏感 如果是说就是接触性的敏感 接触到花啦 橙蓝啦 或者是某一些蚊虫叮咬的话 其实如果是小的 小的过敏 其实不重 到他收入住院 需要经过注射 然后在ICU流关的情况的话 那一定要告诉疫苗中心的医生 他曾经有严重过敏的情况 当时再来探讨 他的情况是否适合打疫苗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阶段会改变 那如果是这个小朋友 是15岁以下的话 其实一般小时候过敏的小孩 可能在他成长 度过青少年期的时候呢 他的过敏情况会改善 或者消失 所以如果再大一点打的话 他激发他过敏的可能性的几率 就会降低 那怎么很多人呢 对疫苗是有误解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信息 什么打疫苗的话 我曾经听过就有人说 各种负面的情况 就打疫苗的话 十年内都会死掉啦 或者死得快啦 或者躺在病床要死 死得慢啦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或者有些人还说这些是什么晶片啊 然后进到你身体可以监测你等等 就是我们在网上搜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 我们也分不清是真是假的一些传闻 那这些物质 那我个人呢是觉得 如果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看到消息让你觉得恐慌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说是到你的国家 所处国家的卫生部的网站去看 你国家提供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疫苗 那国家的疫苗 有没有他有没有给出一份报告 是说有什么问题 那基本上任何一个卫生部敢推出来的疫苗 其实都是相对安全的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一个理性开放的思考能力 然后在这个疫情当中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 那我们也见到很多人就是都感染了 或者是失去性命啊等等的悲剧 所以这种时候呢 你难免会让大家会有恐惧感 那这个时候稳住自己的心情 让自己理性的去分析得到的资料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验经验是不同的 那某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是某些人个人的一个经历 那我们不能否定他 但是呢 你应该去查一些值得信任的一些渠道 如果是17岁的小朋友 如果是有气喘的话 哮喘 那适合接种疫苗吗 基本上来说是适合 而且因为他是哮喘病病人 他更是属于高危群 我们都知道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肺部的感染 那如果一个有哮喘的人 他的肺部是相对属于免疫能力比较弱的 或者是因为过敏 因为气喘其实是一种过敏 他的肺部的反应会比较激烈 所以是的 他需要打疫苗 但是打疫苗之前要跟疫苗中心的医生说 让他当天现场进行评估 首先他的血压心率 呼吸率 还有一个是他的肺活量 这都要进行监测 看看当天的情况适不适合 地中海贫学症的话呢 如果是健康的 地中海贫学症 健康的 其实他没有什么症状 因为他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隐性遗传 一种是险性遗传 那隐性遗传除了咽血之外 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那但是他会携带这个基因 当两个隐性的地中海贫学症 的人 结婚生小孩的时候 他就有25%的可能性 产生一个险性遗传的地中海贫学症的一个小孩 那这个地中海贫学症的小孩呢 能不能够打疫苗 需要针对他当时的情况 然后需要进行评估 那如果是健康无症状的 或者是他本身也没有贫学 什么问题都没有 其实接种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那 K94的口罩加上面罩呢 足够吗 其实在之前来说呢 K94的口罩加上面罩 其实已经很足够 但是因为经过目前呢 我们有Delta的那个毒株 已经进入马来西亚 还有一个是MU 这个MU的这个品种 也有查出来有一两个案例了 那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是建议说 除了口罩 就是这个外壳口罩 或者K94的这一个 要戴上一层布的口罩 增加防护力 然后再加上面罩 那如果是说你不愿意戴 你只愿意戴一层口罩的话 那首先呢 你一定要把你两边的绳子 你可以把它转一转 扣在耳朵后 保证它紧贴面部 如果脸小的或者脸大的 都需要找适合自己的面罩和口罩 因为如果你戴上去 口罩太大 两边都是缝 其实这个完全没有 其他防护的效果 它反而因为它有空隙 你把空隙也吸进去的同时 它也出不来 它还在里面流转 反而增加感染率 那还有一点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上面这边有个钢条 这个钢条出了压在鼻子上之后 你要沿着鼻子两侧 到你的眼睛颧骨下面这个位置 你要把它压贴合 让你的口罩完全贴合面部 那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 上面很多空隙的 其实一样 因为你在呼吸的时候产生一个 好那接下来我再看看 不口罩的清理 那一般来说我们脱口罩 从耳朵这边摘下来 如果你在家里有条件的话 你把它再用个一盆热水 就是我们说热的 刚煮开的也可以 就是你摘下来的直接把它丢进去 你就不要接触了 就是不要拿起来 走来走去 再走到浴室去洗 直接地上最好一盆热水丢进去 这是效果最快的 最方便的 那部口罩一定要用60度以上的热水 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再来清洗 清洗之后 最好放在阳光之下 晒太阳 让它消毒 因为我们都知道阳光有紫外线 好 那我们还刚刚说到呢 市面上售卖的那个 nanospray gun啊这一些 那其实基本上来说 它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消毒 但是呢 它不可能消灭空气里面的 或者新冠病毒 为什么中文说呢 因为当你在空气里面 你是无法消灭 因为当你喷出来的 这个空间是这么的大 所以它不能够达到 百分之百的有效消毒 但是它可以减少 那如果空气流动的环境之下 其实只要你不要站在下风处 我们说的就是风吹的方向 我们都知道 upper wind lower wind 风吹来的是上风 你站在下风处 当风吹过去的时候 人家的所有感染源 都往你那个方向去 所以在外面的时候 除非你站在最高点 上风处 你可以摘下口罩 呼吸新鲜空气 不然呢 其实当你在外面的时候 周遭都有人 那其实最好的情况 还是带着口罩 不要摘下来 那身体表面的新冠病毒 怎么去除呢 一般上来说 在衣服上经过清洗 在身体 我们就需要洗头洗澡 就用一般的 我们的说的洗发精跟肥皂 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洗头发呢 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女孩子 常常出去的时候 头发就放下来 因为很漂亮 对不对 但是呢 这种时候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最好是把头发盘上去 甚至于出去的时候 我会带个棒球帽 把头发就是塞进去 然后带着棒球帽出去 也就是你减少你的头发 布图在空气中的可能性 好 那至于哪一种消毒枪最有效呢 你要看它的成分 那我觉得呢 其实我们一般可以买那个 消毒酒精就可以 我们在家里自己用 买一个喷壶来喷也可以 好 要不要找专科医生来评估 小孩子是否适合打疫苗呢 其实主要的是 要找医生来看看 小朋友当时的身体情况 适合不适合打疫苗 比如说当时 小朋友有没有发烧 校团有没有正在发作 皮肤过敏有没有发作 或者身体是否处于有 另外一种感染 胃肠炎呢 或者远头体发炎呢 等等的情况 看它是否适合去打疫苗 那一般来说 就最好找回 常见你的小朋友的那位医生 来帮他进行评估是最好的 因为他最了解 这个小朋友的身体状况 那我们在说回 要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疫苗打进去的那一刹那 你把病毒 也就是 不论你是说你的MRNA 或者是你的载体病毒 或者是你的灭活病毒 然后把它打进你的手臂的时候 这种时候 其实你有免疫能力了吗 没有 你还没有免疫能力 你需要等至少两个星期左右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等的就是 抗体的反应 当你有一个新的东西 进入你身体之内 身体需要至少两个星期的时间 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抗体 那在这两个星期当中 其实你一点抗力都没有的 相反的 因为你身体正在集中火力的 对抗你打进来的疫苗里面的 那个所谓的病毒 微感染 所以呢 你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反应 在这当中呢 你的免疫能力可能还更低 所以打完疫苗的两星期内 不要到处乱跑 一定要好好地待着 等两星期才开始进出门 那等你打第二针的时候 也一样 你还要再等两个星期 才可以出门 或者是接触别人 当然最好的情况之下 是做好防护就够了 因为没办法 有时候必须出去 好 那这种时候呢 就是说 打完疫苗之后 小朋友还是 可以不出门就不出门 那 如果说 所有的青少年 我在针对这位朋友说 下面说的 就是打完第一针之后的青少年 应该避免什么 其实呢 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我们的现有的SOP 进行防护 有效防护 然后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然后呢 不要出去 两个星期内 一定要记得 你的抗体正在产生中 好 那之后呢 也尽量不要接触其他的病人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其他的问题 应该不应该给青少年打疫苗 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针对这个回校的时候 应不应该打疫苗 其实 我们以成年人的返回职场的例子来说 我们为什么现在可以放心的 开始让很多工厂运作了 或者一些公司开始进行活动 上班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马来西亚我活成年人 达到第一针 免疫针 就是疫苗的这个 第一剂完成的接种 已经有80% 那所以等于是我们的coverage 有至少60% 已经完成二剂接种 所以我们能够放心的 让我们的成年人回去上班 那同样的道理 其实 也应该在学校达到 最理想的状况 也是达到60或者第一剂 80%以上 才最好 最理想的状况 让小朋友能够回去上学 但是比加属于 让大家感觉艰难的部分 在于说 很多疫苗呢 它不适用于12岁以下的小朋友 至少目前为止 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 证明它适合 所以还在研发当中 那所以呢 18岁以下的学生打不打疫苗 目前呢 我们是适用于15到17岁 然后在中国的话呢 它其实已经用于12到15岁 已经在打科兴的灭火疫苗了 所以是可以的 那安不安全呢 其实因为青少年的身体 跟我们成年人相比 他们相对的慢性病比较少 身体是我们说的 全新的一个健康状况 其实比我们成年人 相对来说 有可能是更安全的 那能不能回笑呢 其实就是回到 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部分 我们刚刚说的 疫情新常态 那如果说小朋友 在这个疫情之下都要 我们大家都要学会 跟这个新冠病毒 和睦共处 但是我们需要 维持良好的习惯 保持良好的SOP 所以能够回学校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疫苗完成 所谓的80% 群体免疫的标准之前呢 我是建议说 大家一定要保持 很好的防护意识 坚持SOP 也就是还是一样的 消毒 戴口罩 保持距离 尽量在外面不要摘口罩 然后随时消毒双手 没有注射疫苗的话呢 我不确定 接下来学校会不会 就是针对同学都打了疫苗的 这一个年纪的学生 那有一些人拒绝打疫苗 他能不能回去呢 这个其实取决于 卫生部跟教育部怎么看 那我是知道呢 目前 会限制呢 未来会不会适用于学校 那就取决于卫生部跟教育部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 其实辉瑞的研究呢 在有些国家呢 已经用在12岁以上的小孩了 所以17岁以下的小孩 注射辉瑞疫苗呢 很多是有相关数据的 那疫苗呢 就对成年人跟青少年都是一样的 它是通用于男女 没有分属于男性疫苗 女性疫苗 就我们这边插个波 就讲到我们说的HPV 我们所谓的宫颈疫 人类乳头状病毒的这个疫苗 那这个其实男女通用 虽然我们常常鼓励女孩子 打这个HPV的疫苗 其实男生也应该打 因为传播病毒的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 所以疫苗没有分男女 都可以打 那 如何让孩子们都遵守SOP 其实呢 我们可能要回想到我们小时候 我们在幼稚园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叫我们唱歌 怎么刷牙 怎么洗脸 怎么洗手 对吧 所以这一个呢 可能要取决于家长跟老师 是不是从小开始 我们要开始编一些歌曲 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 适应这一些疫情新常态 记得要随时洗手 戴口罩 保持距离等等的这一些生活习惯 那 其实 如果说关于其他国家 青少民的那个接种疫苗的数据呢 这个目前呢 我这样 我到时我把东西都整理好了 我再发给小威 那小威可以在下一次活动 或者是你们可以就是私讯到我们的那个不获 然后问他们 这个的我整理好 我就发给他们 你们可以咨询他们啊 主办单位 嗯 那 还有说到的 接种疫苗会很辛苦吗 其实会 因为 我们之前刚刚说过了 凡是疫苗接种呢 其实都是一种 微感染 就是小型的感染 让你身体发生免疫反应 那发生反应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烧 或者肌肉酸痛 那有些人觉得头痛啊 恶心啊 不舒服啊 疲倦啊 还有一些人说 常常觉得肚子饿 所以这些呢 多少来说都会不舒服 但是因为这个量很少 所以呢 在接种疫苗之后的不舒服 大概都持续 顶多两三天 它就会消失 那所以注射疫苗之后 比照我们平常感冒的症状 我们一样的 就是要多喝水 然后如果是实在发烧 不舒服 可以吃我们的Panadol 减少那些症状 如果说 打疫苗 如果打辉瑞 Pfizer 那未来得到新疾炎的几率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 其实任何的疫苗 在注射当下 你得到的一些副作用 都是当下的 因为它注射的量 非常的少 那所以它跟你 未来得到什么疾病呢 其实没有关系 它顶多能够说 在未来呢 减少你得到某些病的几率 或者是至少得到 也不是 不会产生太严重的 反应的一个几率 那还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以前都会出水痘 那所有的青少年 一旦到某些时候 一流行 就开始 很多人都感染上水痘 那所以后来呢 我们其实是有水痘疫苗 那真正打了水痘疫苗之后 会不会得到感染呢 还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会 因为它还是会可能感染 因为你的可能反应太激烈 有一些症状出来 但是因为你已经打了疫苗 所以你的身体的反应 没有那么强 你已经对这个病毒 有所认识 所以可能它会长一点点水泡 发一点烧 但是不会太严重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打完疫苗之后 即使感染 重症几率什么都会降低 那还有 每日确诊人数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呢 已经是超越了医学方面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以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巴不得把我的家人都灌在家里 不要出去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能给他们建立很好的习惯 然后每天不断的提醒 那比如说那天我让我妈妈出去的时候 戴帽子 那帽子戴着面罩的 她非常的不舒服 她不喜欢 她想尽办法要脱掉 然后呢 我只能跟她说 你就是要出门你就要戴 你不戴的话 你就留在家里 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 因为要上学 终归最后她要去读书 所以我们只能说 让小朋友重新适应 要上学的话 怎么去照顾自己 因为虽然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 交付在小朋友身上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辛苦 对小朋友来说有点不公平 但是呢 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然后爸爸妈妈也回去上班了 那小朋友如果不回学校上课 谁在家里保证他们安全呢 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遵守SOP 一定要跟小朋友讲清楚 然后一定要告诉他 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呢 一定要跟他强调 不能耍帅 不能够成英雄 因为在疾病面前呢 不管你是王子 或者是普通人 每一个人得到的几率 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很容易染病 那一旦染病的话 就把自己曝露在这个危机当中 所以呢 需要跟他谈心讲清楚 并且让他认识到 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那他才比较有可能会听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 常常实际演练 还有到学校的时候 如果老师也能够每天上课的时候 也不断地让他们练习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就我看呢 在中国很多学校 已经开始回学校上课 那他们回去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进学校 都开始一个一个 慢慢地保持距离 爸爸妈妈送到一定程度 就不送了 不要造成学校有太多人 在进门的时候呢 就要消毒 要喷雾 要洗手 然后进去之后 再换口罩 然后再去上课 所以对 这个很多东西 需要重新学习 也不是太容易 太舒服的事情 那需要我们成年人 多坚持 协助小朋友健康的成长 那接种完之后呢 大概要多久才可以运动 其实呢 一般上来说 接种完了 大概在三到五天之内 如果没有其他症状的话 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他就可以照正常情况 去进行活动 那这个不担心 但是如果说 他是要进行的是 包含我们刚说的游泳池 要接触到其他的朋友 有人会近距离的话 那我们是建议 至少在接种疫苗的14天之后 才让他回到公众场合去 那如果是完成14天的隔离后 是否还需要PCR test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先说某一个人 A如果跟一个确诊者接触之后 那他在接触之后 如果当天 我早上10点接触 我12点说 我去做检查 有没有用呢 其实基本上来说 如果要检查 最好是等个两天48小时 才去做PCR检查 那因为呢 你当下做检查的话 你如果是阳性 不一定表示 你从这个人得到 反而是有可能 你本身就是一个 无症状感染者 那所以如果说在接触后呢 当天 其实你一旦知道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自我隔离 最理想的状况是在 接触的第5天 才去进行PCR检查 因为我们都知道 感染的第5天到第10天呢 这个病毒量才慢慢上去 所以最理想是 自我隔离第5天 然后去做检查 检查之后 如果是阴性的 我们继续隔离到14天 那在第10天的时候 因为有确实的接触 所以我们可以再复查一个PCR 但是如果时候都完全没有症状 那很多时候在隔离结束之后呢 并没有复查 那如果要复查的话呢 是可以的 就是在结束隔离后复查一次 因为有些证明说呢 其实在我们的感染之后 病毒还是不断的会掉落 也就是我们的Virus Shading 它粘附在我们的那个 鼻腔口腔上方的那个位置 鼻咽部的细胞上面 它的那个病毒会慢慢的脱落 所以有时候呢 脱落的是病毒的尸体 但是我们检查的时候 还是可以检查出来是阳性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看你的报告里面的CT值 我们所谓的CT值是超过35%以上 那就表示说它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越低的CT值越低的 那就表示说它其实是阳性 而且越低代表说我们这段的病毒呢 要经过不断的复制 只要复制很短几次之后 你就可以检测到病毒 所以表示说它其实是属于一个 病毒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如果超过14天 你还是担心 你就做个检查 你看你的CT值 如果CT值很高 35啦 30啦 表示说正在复原当中 不要太担心 如果还是有担心 就再隔离一个星期 才回去上班 但是如果说你的CT值很低 即使14天之后 你还是维持在十几 或者是有些人再低一点 10 那就表示说你需要继续的 进行严格的隔离 那如果说从外面打包食物的话 安全不安全 食物是被触摸过的 其实呢 如果你不要太担心 那个food partner 或者是bread food 帮你送餐的那个 送餐员的健康 其实呢 比较要担心的是 帮你煮饭的厨师 他本身是不是 代源者 无症状感染者 因为他本身的 唾液 他可能会咳嗽 他可能手有感染之后 他摸过食物 特别是一些 凉的食物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的沙拉啦 或者是冷的东西 那如果感染了 那你带回去的时候 在这个打包盒里面打开来 那你在服用的时候 在吃的时候 那的确是会增加你 被感染的可能性 因为一般来说 当我们食物到家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它有个外面 有个袋子 那这个袋子 你把它上面打开之后 你就把食物从里面抽出来 那个袋子就直接丢掉 其实 送餐员能感染的是外面的部分 还有就是你跟送餐员 接触取餐的那一刹那 所以哪怕你接触你的送餐员 虽然很远 距离很远 但是呢 你还是得戴口罩 然后尽量的让他把东西 放在某个地方 你再过去拿 大家就不会有太靠近的接触 那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呢 其实是自己购买食材 自己在家里做饭 那你就比较少了一点 那个进食的挂碍 那变种病毒的话 我这边我要回到这些问题 就说变种的疫情 对 我目前呢 我们的新冠病毒不断的在改变 它在不断的突变 那就算你打了两次的疫苗回去 那很可能呢 还是会感染 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表示说你的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骗子的例子 你已经接触过假的骗子 你知道骗子是这么 是可以免疫的 你不会被他骗 但是假设呢 这个骗子换了一下不同的招数 也就是我们变异了 那你还是可能会被他骗到 那所以呢 你还是可能会染病 也就是说变种病毒 你还是可能会染疫 所以呢 重点还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的不感染 所以我们只能做好 尽量做好自己的防护 目前来说呢 好像还没有规定 法定是几岁要注射疫苗 那但是至少呢 目前马来西亚是开始给 15到17岁的青少年进行疫苗注射 新冠病毒 但是呢 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 如果是自己的小朋友 在小时候我们都说 宝宝在五岁以前 都有很多疫苗要打 最重要的疫苗都集中在一岁半之前 那如果你的宝宝出生之后 你不给他打疫苗的话 其实也存在一种 护士小孩健康的一种 一个情况 那卫生局是会追踪的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 宝宝出生的疫苗 大家一定要打 不要产生恐惧 因为很多疫苗呢 现在用起来 都已经是超过几十年了 相对的是安全的 所以请记得 其他的疫苗不要忘记 一定要打 那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病毒呢 也一样 大家一定要配合 为了我们大家能够尽早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常态 那所以需要大家的抑郁跟坚持 好 那我们再说到 其实终归大家 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 就是还没有打疫苗 那就要回学校了 所以大家很焦虑 其实呢 我们可以理解 大家的焦虑 也相信我 医疗人员比你们更焦虑 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 很多新的病人出现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 在美国这个情况说 很多的小朋友回去上学之后 忽然间 儿童的ICU使用率 急速的上升 这是我们完全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没有打疫苗 就回学校 就回学校的话 我觉得只能说做好防护力 提高免疫力 那防护的SOP 刚刚我们大家都说过很多次了 那自己的免疫力是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大家都做得到 一个是吃的好 饮食要均衡 那就是这个时候呢 也是治那些偏食症的小朋友最好的时候 饮食均衡很重要 其实每一天都需要有足够的蛋白质 糖分 盐 油 蔬菜 还有淀粉类 那我们呢 营养师都说过 有一个餐盘比例的 那这一部分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看 孟小丽之前 我们有很多那个 营养师说过的 营养餐盘怎么执行 那一定要定时吃饭 那不可以吃垃圾食品 什么是垃圾食品 就是我们的蓬化食品 还有就是点心 还有什么potato chips 巧克力 还有我们的汽水 甜的东西 那尽量鼓励小朋友 饮食健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足够的休息 不要熬夜 那每天晚上 十点到三点 是我们身体生长住 施放率最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身体修复 帮助你长高 帮助你变漂亮 所以一定要记得 小朋友一定要早睡早起 那成年人也不要熬夜 虽然我们不再长高 不用再变漂亮 可是生长速帮助我们修复身体的一些损害 让我们减缓衰老 提高免疫力 再接下来呢 就是要运动 每个星期至少有三次运动 每次要四十分钟 还要晒太阳 因为太阳可以帮助我们 紫外线帮助我们消毒 同时还可以让我们增加钙质吸收 生产维生素D 避免我们的成年之后 老年之后 骨本不足 产生骨质疏松 然后还有呢 青少年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喝药 不要吸电子烟 那做到这一些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提高免疫能力 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身体强壮 其实简单来说 百毒不清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担心呢 可以看中医 可以用中药 进行某一部分的调理 但是我不鼓励大家 滥用补药 所谓的人生 冬虫下草等等 昂贵的一些药材 其实不需要 真正要补的时候 应该看中医 跟中医慢慢谈 因为针对每个人的体质 有不同的 所以这边呢 我暂时不推荐任何的东西 好 那基本上来说就是 保持到这一点的话 免疫能力上去了 你染病率就下降 其实主要就是这样 如果说已经染病的人 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维生素C D 吸引可以增加免疫力 对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会鼓励说 维生素C 你可以每天 吃一颗综合维生素 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有 然后呢 你同时还可以吃新鲜水 应该要信任医院的治疗 那不要在 在使用外面的药物的时候 一定要跟医生先商量一下 不要失智用药 那如果说自己在家里的话 请一定记得 一定要多喝水 然后多补充维生素 多吃新鲜水果 多吃新鲜水果 蔬菜 好 那基本上呢 应该已经覆盖了 这部分的很多问题 好 那我目前呢 就先把时间 交给我们主持人 好 我们这样 谢谢 谢谢我们路志祺医生 一口气给我们 做了那么多的回答 时间已经来到 三点三十六分了 不晓得还有没有朋友呢 还有针对这个 应该是听完整个 我们路志祺医生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分享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心里面 有一个有数了 都知道说就是 针对今天这样的一个课题 反校这件事情 到底我们在还没有打 疫苗之前 我们要做好什么 如果是哪一些孩子 是适合打的 这些部分 我相信我们路医生 这边都给了 蛮详尽的一个解说了 那如果错过我们前面 路医生的这个 分享的话呢 欢迎大家到我们 梦想力的这个 面子书去看回报 或者分享给更多 有需要的人